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 是我的错 舒然心思单纯 你别欺负她 我心思答应 却在离婚当天出了车祸 与她灵魂互换 我冷静地解除两家合作 签好离婚协议 如她所愿地护着她的心上人 后来 我与顾川一同从二楼跌落 身体换回来之际 肚中孩子也不复存在 没人再阻挠她 追求真爱了 可顾川却封了班 将心上人送进监狱 跪在大雨中 祈求我的原谅 顾川第三次向我提离婚时 我答应了 她的眼里一瞬间迸发出光亮 那我们现在就走 民政局还没下班 说完仿佛怕我反悔一般 紧张地盯着我 将散落的发丝勾至耳后 我站起身 走吧 她有片刻的愣神 随后抓起车钥匙跟了上来 密闭的轿车中 弥漫着淡淡的枝子花香 顾川神色恍惚 不住地看我 怎么了 你 她抿了敏唇 你怎么突然同意了 我抹撒着光洁的腕 笑问 成全你们 这不是你希望的吗 婚后两年 顾川喜欢上了一个女大学生 为了她 净身出户也要同我离婚 我质问过 争吵过 也挽留过 可顾川铁了心要离婚 我见过她眼里成满碎光奔我而来的模样 所以在她望过来的瞬间 眼底的疲惫和烦躁如当头一磅 顿时让我清醒过来 原来顾川真的不爱我了呀 我男男就这么喜欢她吗 什么 反应过来她不自觉翘起唇角 左侧酒窝浅浅 她很好 我不想辜负她 我闭了闭眼 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钻住 副驾上消失的熊猫腰枕 为了防止我晕车的清菊香薰 也替换成了枝子花香水 后座上落下的白色外套 车前悬挂的兔子平安节 处处都是另一个人明目张胆的痕迹 我知道 只要我不答应离婚 顾川不会在婚约期间做出出格的事 可我也清楚 那个满眼是我的少年 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与顾川还是没能离成婚 在民政局一街之隔的路上 一辆闯红灯的货车迎面驶来 刺眼的光 顾川惊恐地喊声 一阵天旋地转后 世界归于平静 再次睁眼 我变成了顾川 或者说 我们的灵魂 不知为何进入了对方的身体中 顾川顶着我的脸 神色复杂地坐在床边 过了许久 他说 新公司上市在即 这件事越少越知道 越好 他呢 顾川叹了口气 他会担心 他抬头看我 目光流露出几分恳求 应疑 是我的错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欺负他 等身体换回来后 我会将公司股份都留给你 疏然胆子小 只求你这段时间 替我护着他点 我的视线不知不觉 落在缠着纱布的左臂上 一圈圈白色布条 仿佛穿透皮肉 紧紧裹上心脏 顾川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顾直又毫不退让地 等待一个回答 他不要公司 不要股份 毅然决然放弃 与我有关的一切 还在期待什么呢 商应疑 我抬起头 说了声 好 既然这是你所期望的 那我如你所愿 顾川文言松了一口气 没等他开口 房门打开 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冲进我的怀中 阿川 你终于醒了 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他仰起 慈白的脸 水汪汪的眼里 满是担忧 瞧着便让人 一瞬间软了心肠 叶淑然 顾川喜欢的姑娘 明媚活泼 像只迎着朝阳 盛情绽放的向日葵 是我一辈子 也学不来的交语窍 阿川 许是我发呆的时间太长 小姑娘眼底 带上了几分委屈和难堪 她身后的顾川 正拼命地朝我双手合十 无声催促着我 我收拾好情绪 牵了牵嘴角 嗯 我没事 怎么会没事 你昏迷了三天 医生说你轻微脑震荡 左臂粉碎性骨折 你担心死我了 说着 叶淑然微微偏过头 不过好在伤姐姐平安无事 否则阿川该有多担心呀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顾川正一脸感动地点头 我突然就笑了 顾川 那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 你眼中单纯无辜的小姑娘 是否真如你所想的那般人畜无害吧 阿川 我炖了鸡汤 为你喝一点好不好 我钻住她举着汤勺的手腕 看向顾川 我向来饮食清淡 鸡压类高漂亮的油腻汤水 更是碰都不会碰 可顾川并未出声 而是闪躲般一开始线 我扯唇一笑 拉过她的手 你的手是用来画画的 以后这种事交代助理就好 叶淑然扭捏地缩了缩 眼底却闪过一丝得意 我知道了 阿川 那伤姐姐要不要喝一些 我炖了很久 很补身子的 顾川嫩嫩 不用了 也是 伤姐姐气色那么好 不像我三天没合眼 黑眼圈都要掉到下巴上了 可顾川并未听出她的眼外之意 而是盯着她的脸附和地点点头 是啊 你累得眼袋都要出来了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她眼底满是心疼 可落在叶淑然眼中 更像是一种隐隐的挑衅 听说伤姐姐比阿川还大上两岁 不过瞧着年轻又漂亮 一点也不像快三十岁的样子呢 天生励志吧 顾川摸了摸脸 再累也不会有黑眼圈和眼袋 叶淑然脸有些绿 摸了半赏继续说道 不过都怪阿川 非要跟着我去普罗旺斯写生 才着急离婚出了车祸 若真出了什么事 我一辈子也原谅不了自己了 说吧 她梨花带雨般磨起泪 眼神却悄悄向一旁挑去 顾川皱起梅丽在原地 犹豫片刻后 小声反驳道 是你担心不安全 希望有人能陪你去 而且离婚是两个月前提的 只是那天刚好硬 我同意了 叶淑然身子一僵 咬碎了后槽牙 才忍住眉变了脸色 我在一旁看得分明 叶淑然一心挑拨炫耀 只可惜顾川一根筋 丝毫没有听出她的言外之意 叶淑然能在我的眼皮底下 折服两年之久 说明并不是个善罢甘休的性子 我有些好奇 她会用什么招数 让我知难而退 细想起来 我与叶淑然第一次见面 是在婚后的第一年 彼时我不顾顾川的反对 与学生时代的学长 签订了一年的合作协议 她的眼底不满失望 应疑 我有时候真的分不清 你同意与我结婚 究竟是因为喜欢我 还是因为我是个 还算听话的联姻对象 我张了张口 她却红着眼 转头离开 算了 我知道顾川心中有怨 她不喜欢江辰 因为她曾经向我告过白 所以当她回国 向我抛出橄榄枝 顾川浑身竖起刺 她存了什么心思 人尽皆知 合作 她配吗 顾川 我已经答应了 这比生意对公司来说太过重要 这是董事会一致决定的结果 她扔下筷子离开 直到晚上 一向不沾酒水的顾川 醉熏熏 被一个小姑娘送回家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叶淑然 她尚不能掩饰自己的心思 大着胆子对我说 顾大哥今晚很难过 自己的丈夫才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不是吗 我接过意识昏沉的顾川 她下意识地在我井窝蹭了蹭 迷迷糊糊喊了声老婆 小姑娘月祖带袍的话 噎在喉咙 瞬间落荒而逃 我并没有将她放在心上 顾川年少有为 又有一副好相貌 身边并不缺对她有好感的女人 可她对其他人一如既往地疏离 给足了我安全感 我却没能给她对等的信任和耐心 她生气是应该的 我想等她醒来 便与她解释清楚 她是与我相伴一生的人 我不想她难过不安 可顾川突然睁开眼 你后悔了是不是 什么 你后悔嫁给我了对吗 没 我没说完的话 在下一秒凝制在嘴边 浑身僵硬 因为我听见顾川 近乎一语的喃喃 可我后悔了 这一天过后 我们依旧当作什么事 都没发生过 可我清楚 我们之间 有什么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我开始留意顾川 自然而然也注意到 她身边突然出现的叶淑然 叶淑然 闭大艺术院的校花 顾川小两届的学妹 一年前 因为车追尾 与顾川产生交集 而后发现同样的天赋和兴趣 一来二去 顾川便将她视作朋友 可叶淑然并不满足于此 她占据着朋友位置 却温水煮青蛙一般 对顾川关心是好 处处体贴 她的手段从来都不高明 却在顾川心里 拥有了独鼠一份的位置 僵尸的秋日 来得猝不及防 一场秋雨过后 气温骤降 喉咙发痒 我忍不住轻渴两声 阿川 喝点水 我抬头 叶淑然眼底的沾沾自喜 还未完全吞去 她身后的顾川 将手里的水杯 递到她眼前 你也喝点水吧 小心烫 她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看了看我 不情不愿地抬手去接 谢谢伤姐姐 哎呀 话音刚落 杯子落在地上 砰的一声 热水和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顾川速度很快 还没反应过来 我被撞得跌坐在床 她目光担忧地 抓住叶淑然的肩 仔细地查看她裸露的肌肤 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烫到 那一瞬间 我的所有感官 仿佛都被拖拽入沼泽地中 只剩一双干涨的眼 偏偏不可控地窥探注视着 注视着我的丈夫 如何小心翼翼 却又热烈本能地 爱着另一个女人 叶淑然大概没有料到 事情的发展 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只能硬着头皮 继继续演她所设想的剧情 她笑容苍白 委屈又隐忍地看着我 阿川 没关系的 我不疼 你别怪伤姐姐 她一定不是故意的 顾川的身子僵住了一瞬 我扯了扯唇 冷静又近乎抱负 伤应仪 我有没有说过 别动她 我没有 她下意识地解释 又在转头 对上叶淑然嘴角得意 又隐秘的笑时 突然没了 对不起 过了许久 她小声道歉 默认了这场失误和算计 可她大概忘了 她用的是我的身体 自作主张替我 伤应一刃下了这个错误 她让我觉得挫败 不是因为吃了哑巴亏 更是因为这些年的感情和相处 最后竟成了一场可怜的笑话 你真的了解她吗 顾川仿佛早已知道 我要问些什么 迫不及待地解释 只是一场意外 疏然她只是没有安全感 你还清醒吗 顾川 她强称的笑容将在脸上 嘴角渐渐下落 我很清醒 应仪 我很清醒 我相信她 疏然她是个好姑娘 我冷声打断 如果她是个好姑娘 从一开始便不会蓄意接近 更不会插足有妇之妇的婚姻 她正正 你在生气 你为什么生气 又凭什么生气 既然从未喜欢我 为何又对我的选择指手画脚 她眼眶发红 反正对你而言 公司 合作 甚至一场酒会 都比我重要 你可知 那天如果不是疏然 我差一点就死了 我皱起眉 有些听不懂她的话 你说什么 顾川自顾自抹了把脸 自嘲地笑了笑 有些时候 我真的怀疑 商应仪你真的有心吗 你总是一副冷静疏离的样子 即使结了婚 我仿佛也从未走进你的心里 你的情绪 举动 可曾有一刻 因为我而变化 她闭了闭眼 语气沉沉 我好累 和你结婚真的 太累了 顾川的话 犹如一记闷棍 狠狠敲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她 仿佛旁观着另一头 挣扎无望的困兽 我知道她很累 为了我放弃了她最爱的油画 婚后从零开始学着经营公司 外界的闲言碎语 父母的催生打压 如果没有喜欢上我 她依旧可以做那个意气风发 自由自在的顾小少爷 我抚上她的脸 失去她脸上 不知何时落下的泪 如果真的这么痛苦 离婚协议 我晚点派人给你 明天我会搬出婚房 还有两家合作往来密切 解除还要多花些时间 她愣愣看着我 什么 我瞧不见自己的表情 却也知道自己此刻的笑容 定然很难看 你说得对 也许我们一开始变错了 这场无人看好的婚姻 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 我的意思是 顾川 我放过你了 分明决定放下 可年少的顾川 偏偏又入了梦 我比顾川大两岁 向来是大人眼中 优秀却孤僻的存在 所以在高中时 被隔壁班 一个女生指出霸凌 竟无一人站在我身边 她身形娇小 哭得惹人怜惜 更显得对面 擒着冷笑的我不近人情 面目可憎 她哭哭啼啼地 拉着老师的袖子 说我在竞赛当天 将她关在洗手间 还指使校外的混混欺负她 随后她拉起袖子 手臂上斑驳的青子 证实她 确实遭受了欺凌 老师看我的目光 当即就变了 成绩再好 可若是品行不端 这学校也容不得你 为官的学生 眼神渐渐由怀疑变为厌恶 就连几个同班同学 都露出排斥的神情 我像是一夜孤舟 被这莫名的排挤和恶意包围 无处可逃 我顿了顿 既然老师认定我霸凌 就拿出证据 还有你 那女生脖子缩了缩 有些心虚 若现在成清 我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 我会以诽谤罪起诉你 女生眼底神色变幻 最后依旧委屈地哭诉 我知道没有监控定你的罪 可你伤害了我 至少该向我道个歉不是吗 女老师不耐地提高音量 商应仪 道歉 我握了握拳 刚想开口 人群便挤出一人 谁说她有错 十六岁的少年意气风发 风带起她额上 汗湿的发和身上 炙热的温度 密不透风 将我裹了起来 她站在我身边 语气带着少年独有的认真 和明目张胆的偏袒 我知道 你是那个谁 年级老二吗 你说应姨姐欺负你 我还说你心思歹毒 因为极度陷害她呢 你是要实话实说 她掏出手机 在指尖转了转 还是要跟我去警局 喝口茶慢慢说 那个女生 脸色刷得白了 与我的低调不同 学校没人不知 顾川是江氏顾家的独苗 见她护着我 若真要追究此事 绝对会闹得人尽皆知 女生咬了咬牙 走了出来 我说 事情很简单 她惹了校外的人被报复 刚好我又夺走了 她唾手可得的奖学金 她心声不满 因此想了这一出计 当时的我抬头 看着她气鼓鼓的侧脸 心里的烦躁 却突然散了干净 我笑着问她 你怎么确定不是我 万一真是我呢 她想了想 红着脸认真的回 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的 你知道什么 傻 我可没你想得那么脆弱 我知道 她支支吾吾 还没开口 耳尖变红了个透 但我想帮你 我盯着她的闪躲的眼 语气笃定 你喜欢我 那抹烟红 飞速攀上她的脸 没等她说话 我便平静地给她 泼了桶冷水 别喜欢我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也不会为你停留 你不需要停留 我会努力 走到你的路上去 她目光清亮 我会永远追随你 你知道的应一解 我向来最不缺的 就是耐心和毅力 骗子 梦中的我眼角浸出泪 顾川一如既往的爱恨分明 他爱我 一颗心便捧到我眼前 可我忘了 他若爱上了别人 那颗心便会毫不留情收回去 而他的耐心和毅力 就如寸寸烧红的烙铁 将我折磨得痛不欲生 我从婚房搬了出来 将签好的离婚协议交给他时 我才发现 顾川说得没错 我的本质是个商人 那份协议书寸步不让地划分了 我应得的股份 房产和资产 几乎让他净身出户的程度 不过若能早日离婚 想必顾川 也能迫不及待地签下 我搬进一处别院中 面积不大 环境却清幽雅致 本以为会不适应 却没想到搬进来那天晚上 我睡了最安稳的一觉 不用守着空荡荡的婚房 不用分出心神 期待他会不会回家 也不用担心浑浑噩噩的自己 会不会在下一刻 吃掉瓶中剩余的安眠药 顾川好奇我为何突然答应离婚 可于我而言 这个决定并非突然 而是几百个晚上的辗转反侧 突如其来的情绪失控 无法抑制地自厌自弃 直到那一天 回过神的我 扔掉不知何时贴上手腕的刀片 我才惊觉 自己病了 镜中那个哭受憔悴的人是我吗 可商应仪从来都不是输不起的性子 顾川长进了我的血肉之中 踢肉刮骨也总归有玻璃的一天 生病了就吃药 大把的药丸流水搬进了我的肚子 效果也显而易见 再见到顾川 眼眶酸涩 可心脏却奇异地跳动停缓 我答应了离婚 只要离开顾川 总有一天病会好 可阴差阳错一场车祸 我被困在顾川身体中 被迫看着他的心犹疑不定 慢慢偏向另一个人 脑海里不合时宜地冒出 心理医生说的一个词 脱敏 一遍遍踩着玻璃渣子铺成的路 总有一天 我会记得穿鞋 等不再期待 有人会将我抱起 躺过这条血路 等我变回原来 无坚不摧的伤硬仪时 我的病才算痊愈 江城很大 大到不刻意见面 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夫妻 也很难见到对方 直到实地考察时的 一个合作商提起 我才惊觉 已有半个多月不曾见过顾川 挺着肚子的胖老头摇摇头 虽说顾总诚意十足 可这生意毕竟由商总牵头 老头子我们也不能够忘本呢 于是时隔半个月 我约见了顾川 顺利签下这单生意 胖老头笑咪咪拍拍我的肩 朝顾川几眉弄眼 先前总听商总说 家里那位多么出色 如今一看 确实名副其实 班佩 班佩呀 顾川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却面不改色地上前 寒暄两句 将人送了出去 包厢里一时间寂静两无 一段时间没见 顾川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开心 他脸色苍白 趁一下的锁骨凸起 透着一股病态的憔悴 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他摇摇头 最近肠胃不太好 现在有些饿了 出了酒店便是C大 大学城外的那家面馆 还开着 忙着煮面滴 圆脸老板娘 仍是一副 风风火火的模样 要牛肉面 还是刀削面 小店的招牌 他盯着我们思索片刻 突然笑了起来 原来是你们 好几年没见 你俩 结婚了末呀 我点点头 他颇有些激动 那真是 有情人忠诚眷属了 恭喜恭喜 还是老规矩是吧 我懂 两碗热腾腾的 清汤面摆上桌 一碗握着鸡蛋 一碗 则铺着厚厚的牛肉片 放在我的面前 老板娘擦了擦手 小伙子鸡蛋过敏 不吃葱姜 牛肉加量对吧 以我可都还记着呢 顾川握快的手一颤 有些愕然地抬头 我想起了大学的那段时光 顾川为了继续他的油画梦想 与家中决裂 顾腹一气之下 停了他的卡 他怕我担心 笑着说自己减肥 我并没有拆穿 而是把他领进了这家面馆 恶极的少年连吃了三碗 才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 再对上我的视线石 红着脸转移话题 这家面馆味道真不错 就是奇怪没什么人 这里位置偏 知道的人不多 你喜欢的话 以后每天就到这里吃饭 我在这冲了钱 可惜学业忙 没多少时间来 如果你到这里吃饭 我们每天还能多建议会面 没有多少心眼的顾川 迫不及待地应下 我才能在他毫无所觉的情况下 让他尽量吃饱饭 回过神顾川 看着我欲言又止 而后低着头 飞快将面条往嘴里送 又在下一刻 五唇跑出面馆 等我追出去时 他正痛苦地弓着腰 几乎将酸水吐了个干净 因为工作上的事 我与顾川往来增多 也开始惹得夜舒然不安 他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话里话外 隐晦暗示他 没名没分 遭受了不少恶意 甚至学校里也莫名多了些流言 说他插足别人的婚姻 我知道不该怀疑伤姐姐 可这件事除了我们 也只有伤姐姐知道 我平静地看着他拙劣地表演 自诩不争不抢的夜舒然 也开始急了 可他不知道自己怀疑的 才是满心满眼为他谋划的人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这么久了 顾川似乎并未将离婚协议书发给我 不知道是对财产分割有意义 又或者忘记了这回事 可离婚是他提起的 总不至于故意拖着 我本打算找他问个清楚 却意外收到医院的电话 顾川晕倒了 并且查出了三个月的身孕 我赶到医院时 夜舒然抢先扑上来 哭唧唧地告状 阿川 商姐姐不知怎么回事滑了一跤 他的秘书非说是我推的 不让我走 跟了我三年的秘书 苏欢气的眼睛都红了 分明是你 跟商总说了些什么 他才会情绪 激动没站稳 他看了看拉着我袖子的夜舒然 又看了看我 眼底划过一丝震惊和怒火 你 你们 顾总 你这样 对得起我们商总吗 夜舒然不乐意了 他们本来就是商业联姻 既然不相爱 又何苦拘束对方的自由 况且 你也说他是没站稳 为何要怪到我与阿川的身上 苏欢气得眼都红了 胸膛不停起伏 你这个不要脸的绿茶小三 还有你 婚内出轨的无脑渣男 滚 你们都滚 苏欢大概真的气到了 我并没有告诉他 我与顾川离婚的事 他对我而言 是伙伴更是好友 我怕他一气之下 对夜舒然做些什么 反而中了他的下怀 于是才出现了如今的局面 直到屋内响起一道 沙哑虚弱的声音 苏欢 让他们进来 满脸不情愿的姑娘 才愤愤让开位置 顾川穿着宽大的病号服 脸色白到近乎透明 他捂着肚子有些出神 听见响动后 才机械般转过头来 夜舒然瑟缩了下 有些不安地抓紧我的手臂 装模作样地抹了抹眼 商姐姐 我知道你讨厌我 可也不该拿身体做赌注 你可知你的秘书 刚刚是怎么编排阿川的吗 顾川没有说话 像是第一次见到夜舒然一般 用一种怀疑 又充满审视的眼神 寸寸打亮着他 许久 顾川自嘲一笑 他说的 难道不是事实吗 夜舒然咬唇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又强装坚强 没事的阿川 商姐姐心情不好 我理解的 他只是不喜欢我 不是故意装病 我怀孕了 顾川没理会夜舒然的话 而是目光复杂地望向我 胎儿三个月了 我只觉得手臂一紧 夜舒然攀着我的指尖 无意识地掐进我的肉里 眼底闪过一丝怨毒之色 这次疼痛也拉回了我的神志 我低下头 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 冷静地吐出两个字 打了 他茫然地问 你说什么 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存在 正好趁这个机会拿掉 你疯了吗 这是我们的孩子 是你不够冷静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他神色有些急切 还带着一丝 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委屈 可我还没有签字 我一顿 继续说道 如果对协议有意义 可以联系我的律师 再拖下去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都是麻烦 还有孩子 我的目光落在他平坦的小腹 他本来就是一个意外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他忘记自己的初衷 我们之间的事不需要 也不应该将他算进来 顾川愣住了 我叹了口气 尽量委婉地提醒道 你好好考虑清楚 考虑的结果是 顾川开始躲着我 派人催了好几次的离婚协议书 依旧不了了之 甚至连医院也查不到他的就诊记录 不是在出差 就是在出差的路上 苏欢更没给我好脸色 带着你的死绿茶经理我们商总原点 吃了几次闭门羹后 我也歇了心思 眼下有更重要的事 倾注了我与顾川三年心血的新公司即将上市 在这个紧要关头任何差错都不能有 我并不担心顾川 他向来如此 生气了躲起来 难过了躲起来 就连觉得委屈了 也会悄悄躲起来 只是以前的他 会像直躲在窗帘后 又故意露出尾巴 等着主人去哄的傲娇大金毛 一边委屈巴巴 一边又忍不住期待 只是这次为何又要躲 他的心上人与他两情相悦 新公司上市后 也不会再有人暗地贬低他 只要拿掉这个孩子 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他又在害怕什么呢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去了趟婚房 顾川果然在这里 一个月没见 他的小腹 已经有了明显的弧度 只是气色一如既往的苍白 见到我他有些惊讶 随后无措地攥紧衣角 为什么不接电话 他撇过头 小声嘟囔 不接 说的都是我不爱听的 这是重新拟定过的 离婚协议书 你看看 如果没什么意义 就签了吧 我推过去一份文件 顾川却仿佛烫到一般 移开视线 学校留言不是我的手笔 我没有装病 也不是故意滑倒的 我知道 那你怎么 他突然想起什么 捂着肚子 神色有些激动 孩子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不是吗 顾川 我戳破他的自欺欺人 只要叶淑然 没有损害我的利益和安危 我会看在你的面子上 睁之眼闭之眼 可同样 我们之间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你现在该做的不是逃避 而是整理好这错套的一切 包括孩子 他握着笔 眼底蒙上了一层水雾 见我态度坚决 他赌气般签上名字 又忍不住小声解释 我不知道 疏然会在背地里招惹你 他以前 并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置可否 继续说道 我预约了医院 明天上午八点 陪你一起去 我不要 他软下语气 急切道 他会动了 也很健康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你不是最喜欢孩子了吗 是我对不起你 可孩子是无辜的呀 婚后第一年 顾家父母催着我们要孩子 我不知道顾川的想法 却也知道这件事 压得他好几晚睡不着觉 他翻来覆去许久 揽住我的腰问 老婆 你喜不喜欢孩子 我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反问 你喜欢吗 他思索了片刻后 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爸妈催我们要孩子 可我现在更喜欢现在 只有我们两个人 也挺好的 我揉了揉他毛茸茸的脑袋 是你和我的孩子 我就喜欢 不过就像你说的 现在的生活也很幸福 孩子我们顺其自然就好 顾川搂紧我没说话 直到我迷迷糊糊快睡着时 听到他常常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顾父顾母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在他们眼里 顾川的绘画天赋 是上不了台面的 他的追求和努力 都是玩物丧志 他坚持过 反抗过 最后却不得不妥协 他笑得没心没肺 画画在我这只能排第二位 第一重要的是你 反正我也没闯出什么名堂 能取到 你是丢芝麻捡西瓜 怎么看 也是我赚了 可我看出他笑容下的 无奈和认命 顾川与我联姻 按部就班地 开始接手家里的事业 又要完成使命般 被催着延续有些顾 伤两家血脉的香火 可他知道我的抱负 从未向我提及这些 我喜欢孩子 可我更希望顾川能开心 对这个不知何时到来的生命 排斥不安的从来都不是我 现在又为什么要万般阻挠 我有好好吃饭 也会按时产检 这个孩子我们留下他 好不好 我摇摇头 不好 顾川 你现在只是被孕后的 雌激素影响 才会有这么不理智的想法 我很清醒 那你要辜负叶淑然吗 我 你做不到 我了然地替他开口 心口闷闷地顿痛 却奇异地涌上一丝痛快和解脱 你做不到对他的事袖手旁观 也不想再回到过去窒息的婚姻中 我也一样 这个孩子的存在 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再次变得错乱不堪 顾川捂住肚子后退 声音隐隐带上了丝哽咽和抗拒 不 我偏要留下他 我没有你的冷静和理智 也不想听那些剖析和大道理 我只知道 他一天在我肚子里 我就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他 他眼底是控诉和失望 我目光下遗落在他掌下 仿佛也感受到了 他贴合呼吸的轻微起伏和跳动 我不住拳了拳手指 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在我对幸福和未来 乘着期待憧憬时悄悄到来 可偏偏是那个时候 为何偏偏是那个时候 这场交谈依旧不欢而散 我没再去找顾川 因为我知道 他现在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 就像几个月前的我 风魔般的一意孤行 可人总不能靠着这点 自欺欺人 执迷不悟地捂上耳朵 编织着摇摇欲坠的美梦 我清醒了 他也会想明白的 而且我隐隐有种预感 这场错套的意外 很快就要结束了 可我没想到 这一天来的那般猝不及防 时隔半月 顾川给我打了通电话 他在另一头沉默许久 才哑着嗓子轻声问我 为什么给我办画展 我才想起这一回事 顾川曾与父母打赌 若他能通过自己的天赋 闯出一番名堂 他们便不能对他的事业加以阻挠 只可惜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画手 仅靠热爱和作品 在圈子站稳脚跟 不亚于痴人说梦 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和打击 最后选择将画拍卖捐赠 自此封闭 那些画兜兜转转 最后都被我收集在 昏房闲少人踏足的阁楼之上 一团团热烈如火的色彩 像是夏日里成片金色的向日葵 蓬勃的生命力几乎跃然直上 我知道顾川的能力 只要给他时间 一定会有更多的人 被他的作品折服 这场画展 是我准备许久的惊喜 却不知最后会以这种方式 被顾川知晓 我没有说话 顾川似乎也并不需要我的回答 他自顾自地说着 我去了趟老宅 妈又催我们要孩子了 我穿得宽松 没敢让他知晓 苏欢在我去了展览馆 策划人说你准备了半年 想在生日这天给我个惊喜 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自称心理医生的人的回访电话 他声音逐渐低下来 晦涩干雅 他是骗人的是不是 你没有生病 没有吃药 那些你说过的 只是维生素 不是维生素 我声音很轻 是抗抑郁类的药物 我服用过一段时间 顾川第三次提离婚时 我包里的药瓶 不小心滚落出来 他捡起药瓶 随口一问 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语气如常地接过 一些维生素罢了 他不以为异地点点头 却忘了 我们有专门的家庭医生和营养师 根本不会去吃那些额外的保健品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声线颤抖 应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心仿佛被揪了下 张了张口 却发现自己说不出 没关系这三个字 只能牵强地安慰一句 都过去了 所以你也知道了 这个孩子大概率不会健康 现在拿掉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电话对面 有一瞬间的死寂 错乱的呼吸声逐渐加重 最后是一声压抑挥败的 我知道了 我要见你 我们 当面说 那是我们换回身体前的最后一面 两米高的平台上 他与叶淑然 似是起了争执 推嗓间 他养身向后 我只来得及抓住他的指尖 便被带着滚落下楼 天旋地转间 我死死护住他的头 惊呼声 尖叫声 嘈杂过后是剧烈的疼痛 视线最后 迷离的灯光倒映着地面 女人紧颗着眼 蜷缩在男人怀中 双手无意识地交错在小腹前 可身下却开始漫出大片鲜红 陷入黑暗前 我好像坠入了深不见底的海水中 疼痛和失重感 让我有一瞬间的清明 终究是 留不住啊 顾川说他很健康时 我曾有瞬间的侥幸 我与常居国外的父母 感情并不深厚 自由的独处 让我难以开启一段 热闹又亲密的关系中 我从不对顾川说爱 他的炙热又毫无保留的情感 让我欢喜甚至上瘾 可隐隐地 心底涌上难以言明的不安和恐惧 我无法给予他 同等纯粹的爱和回应 又无法拒绝他的靠近和温度 像伸出触手的蜗牛 既向往血水消融的春日 又无法割舍厚重累赘的壳 那是他的包袱 却也是他的退路 所以当顾川提出离婚时 达摩克利斯剑悄然落下 荒谬和窒息交错 那条退路成了最后救命稻草般的指引 是啊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水都有保质期 更遑论虚无缥缈的爱情 我清醒地劝诫自己 可身体却下意识落荒而逃 一次 两次 三次 我不再抱着幻想 却对腹中的孩子存了一丝奢望 万一他是健康的 万一他能成功降生 一个与我血脉相融的生命 慢慢长大 会哭 会笑 会是这个世界与我最亲近 最难以割舍的存在 我可以将他照顾好 可我摸上小腹 那里平坦如初 我闭上眼 在睁开时 平静地按响摇铃 收集好证据 去通知法务部干活 可比我动作更快的是顾川 他放在心肩上 不舍得委屈一丝一毫的姑娘 被他亲手送进监狱 好在公司已经上市 虽说股价会受到影响 但总归问题不大 想到这我不禁有些失神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听到顾川有关的消息 我的第一反应 不再是在意 而是更关注眼前的利益 我常常呼出一口气 分明只过了两个月 可那些揪心痛苦的情绪 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苏欢坐在我身边 翻着文件 怨气颇重 鼻涕到嘴知道甩了 都没一个好东西 想到什么 他突然幸灾乐祸地笑了 不过那绿茶经好像疯了 扒着监狱的栏杆哭喊着 说什么无良系统 什么他才是未来的 顾氏女主人 顾川也好不到哪里去 顾家夫妇知道这件事 听说老顾总还动用了家法 总之他这几日 是别想来烦你了 说着他又撇下嘴 抱着我不松手 伤总好应意 我房贷车贷可就指望你了 你可得早点养好身子 不然我就要喝西北风了 这么多年的相处 我轻而易举地捕捉到 他语气下的心疼和担忧 我无奈地拍拍他 知道了 你先松松手 这文件还急着要呢 不松 除非你答应我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有时不许再瞒着我 也不许心软吃回头草 我失笑 知道了 我答应你 可他依旧没动 过了许久 尖头似乎因上星点失忆 我听见他近乎哽咽的低语 应疑 那天我要是跟着你就好了 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 笑道 傻瓜 心口却慢慢涌上一股温热 世间的情感一向霸道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抢求 时至今日 方才顿悟 今年的初雪来得格外早 不过一个晚上 天地白茫茫一片 几只落单的却划过半空 惊奇满树白霜 树下的人 穿着单薄的病号服 浑身上下落了厚厚一层积雪 仿佛凝成了一座冻僵的雕塑 苏欢愤愤扯上帘子 暗骂一声晦气 我放下笔 让他进来吧 他恨铁不成钢地转头 你要是心软回头 就当没我这个朋友 我摇头失笑 去吧 顾家独苗总不能冻死 在我眼皮子底下 病房门再次打开 冷风顺着缝钻入 我抬头看着来人笑道 站着做什么 进来吧 顾川垂着头力在原地 裸露的肌肤冻到发紫 雪水融化 很快在他脚边 汇成一片水渍 他张了张口 声音干涩到嘶哑 对不起 水滴顺着他的脸侧砸下 分不清是血水还是泪 对不起 他抬了抬手 又颤抖着放下 酒会那天 是你对不对 你的手臂是我弄伤的 可偏偏 我听信了叶淑然的话 以为你眼中 只有工作 一切真相大白 我与顾川婚姻破裂的导火线 竟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算计 酒会上总有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顾川不小心中了招 却强撑着最后一丝清明 藏了一块碎瓷片 等我找到他时 顾川早已神志不清 感受到有人靠近 不管不顾的疯狂挥动手中的瓷片 我下意识伸手去拦 锋利的鞭韧滑破衬衣 在手臂上割出一道近两寸长的口子 鲜血淋漓 我醒来时 发现了衣服上滴落的血迹 叶书然手上有伤 他说他救了我 他说你没来过 那一刻 我看着空荡的病房和他苍白的脸 突然就怨恨起你 为什么不来看我 为什么我中了药 你却不闻不问 一心只想着人脉和生意 为什么不关心我 为什么不在意我 为什么不喜欢我 顾川犹如困兽挣扎不得 我看着他的模样 记忆突然回到了那天晚上 顾川脱离昏过去后 我没有留下 只来得及通知他的助理 送他去医院 匆匆缠住伤口 便仰起笑脸 继续与酒会的人推杯换盏 可没人知晓我心头燃烧的 近乎失去理智的愤怒 几天后 江城两家垄断几十年的龙头企业 突然宣告破产 自此销声匿迹 又过了一周 缝针的地方结了薄薄的一层家 有点疼 又有点痒 我有些想顾川了 在婚房见到他时 很奇怪 比心安来得更快的情绪 竟是委屈 伤口很疼 他不在身边 我总是睡不好觉 扳倒背后耍小聪明的人 耗费了太多心神 我很累 也很想他 可顾川神情冷峻 他说 离婚吧 我喜欢上了别人 现在 却又红着眼哀求 应疑 可不可以 别放弃我 我迎着他祈求的目光 摇了摇头 顾川突然垂下肩背 像是被抽去浑身利气 妄念会蒙蔽人的眼睛 我与顾川 有太多的不合适 我喜敬 他却爱热闹 我重力裹绝 他淡薄又心软 除了同样浑厚的家世 我与他本不该有多余的交集 可偏偏少年赤成热忱 将一颗心捧到了我面前 那是我唯一一次偏离了 本该按部就班的人生 从众多联姻对象中选择了 尚且稚嫩的顾家独子 他心思单纯 又不善变通 对商场的尔虞我诈 更是满心排斥 我却从未想过放弃他 我只想着 等我再强大一些 羽翼再丰满一些 我有能力护着他 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 可他却先一步放弃了我 我叹了口气 下床将被子披到顾川身上 疼吗 顾家家法是一根双指粗的藤条 抽在身上 不伤内脏 却会让整个后背没一块好肉 斑驳的血色透出病号符 他却恍若未觉 愣愣地看着我 不疼 是我该受着的 而后目光落在我的手臂上 颤着声问 你呢 那么长的伤口 你当时一定更疼 我要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你无需自责 不管是收集他的画作 还是瞒着他处理伤口 都是我自己的决定 他不知情 更不需要因此觉得愧疚 他打量着我的神色 忍不住上前两步 声音阴切 又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应疑 你是原谅我了吗 我摇摇头 我没有生你的气 那我们回家 好不好 我会好好照顾你 不会惹你生气 也不会再让你难过了 我看着他的模样 便知道顾川并未听出我的言外之意 我不怨恨他 可这并不代表那些失忆和痛苦 不曾存在过 有些难强 有些难强 撞一次便足够了 不了顾川 我们就到这里吧 如果他不曾与我互换身体 不曾发现叶淑然的真面目 我依旧是他厌倦 却鼓不起勇气离婚的妻子 我肚子里是不合时宜的孩子 身上是不会引起他任何注意的疤痕 我的挽留和靠近对他而言 是令人窒息的 狗皮膏药般的纠缠 那样真的太难看了 所以顾川 你不必觉得抱歉 因为这次是我要放弃你了 我出院的那天 下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雨 温暖舒适的家常林肯内 寒冷和水气都被隔绝在外 苏欢往我怀里塞了个暖水袋 因父母已经知道你离婚的事 他们收回了下个季度 与故事的合作 并托我转告你 他们支持你的任何决定 我并不意外 父母皆有自己的追求和热爱 他们常年居住国外 打通国际贸易 才有根基稳固 无法撼动的伤势集团 比起热烈的相爱 他们更像一对惺惺相惜的战略伙伴 我是他们唯一的血脉 他们不曾给予我陪伴 却给了我一份独一无二的 随心所欲的底气 叶舒然的判决下来了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七年有期徒刑 想来是顾家动了手 我养病期间 苏欢替我回绝了顾家夫妇的探望 且不说我肚子里是他们判了多年的孙子 当我的家事已不是他们如今得罪得起的 是真是假 他们都不可能不迁怒于叶舒然 德国那边分公司出了点问题 虽然已经派人过去处理了 不过最终的决策 还需要您过去亲自敲定 我放下报表 看着他闪躲的眼并未拆穿 知道了 你安排好行程 今天就出发 他悄悄松了一口气 我翻过书页 顺便通知顾夫人 将人接走吧 苏欢有些心虚 你看到了 我点点头 跪在大雨中的身影太过突兀 想不看到都难 你答应过我的 可不能因为这点苦肉计 就心软原谅了他 车子驶离 隔着雨幕 那道沟楼的背影越来越远 也越来越模糊 那段脑海深处的记忆 却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刺眼的红 破碎的窗 昏迷不醒的顾川 小心翼翼将我护佑在方寸之间 他的头靠在我的耳边 口中依旧安抚式的低难 别怕 应移 别怕 在最后关头 顾川猛地打过方向盘 毫不犹豫地扑向副驾 成了这场车祸受伤最重的人 温热一点点慢上脸颊 星田盖过花香 那一刻我想 我与顾川大抵是不同的 这点不同 即使不再是刻苦铭心的爱 却也超越了生死 无论何时 我都愿意对他保留最后一丝柔软 他很好 我也很好 只是我们 不合适 遗憾好过面目全非的不堪和反目 况且 这是我自己选择解答的人生的附加题 用了时间精力换一个无解 我也认了 雨过了 天晴了 我也该继续往前走了 心无旁骛地去拥抱 属于我的下一段人生